你们知道抖音上那些有良知的 善于独立思考的人 一天到晚他都怎么过的 今天呢我就跟大伙说说 我想你一定见过这种人 早晨呢从家里出来 买了一根油条 这时候呢就看见那个卖油条那车旁边啊 有一个城管在那站着 他就骂了一声 狗腿子给人家一条活路吧 老百姓活着容易吗 卖个油条你也在旁边管 走到立地铁门口 被几个卖东西的人呢给堵住了 他气得又骂 城管都去哪了 花着我们纳税人的钱 连几个非法战斗的都管不了 中午肚子疼到医院去了 医院说你呀是因为早上吃了腐败的食品 这时候他就说 哎呀我呀对这个国家是彻底绝望了 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是能吃的 从医院里出来到了马路上 看到马路上的摄像头 他就呸到处都是摄像头 我们老百姓还有隐私吗 装这么多摄像头干什么 看谁呀 拐弯以后被人撞了一下 你说巧不巧 然后发现他手机不见了 于是就报案到派出所 派出所那警察就说 那个地方真不好意思 那是监控死角 没摄像头 他马上就开始骂 怎么那个地方就没有摄像头呢 多装一个摄像头能死吗 出来的时候 看到几个警察压着一个人进来 说这个人呢打了一个大夫 把一个医生给打了 他说我就知道肯定是不给红包就没给好好看病 医生啊没有一个好东西 到家以后发现下午就没有摄像头那地方 就他不被撞了吗 被撞的地方肿了 疼得很厉害 于是他就去医院 给他爆炸那个大夫啊 恰巧被人家打伤了 他义愤天赢的回家就发了一条抖音 这抖音上他说 对医生的伤害要坚持零容忍 发完了这个抖音以后呢 又刷这个抖音继续看 发现他那城市啊又有疫情了 封了一个小区 于是啊他就评论道 奥密克戎啊 这症状已经非常轻了 年轻人根本不需要治疗 人家外国呀早就开放了 只有啊我们中国啊 我们中国人呢 就是奴性太重 就被猪一样的关着 毫无自由 回到家以后啊 接到了疾控中心电话 说撞他的人呢 是一个无症状感染者 让他赶紧去做核酸 这下又害怕又生气啊 破口大骂呀 你们怎么会放任一个阳性 在街上乱跑 你们这是对我们老百姓 生病的不负责任 骂完以后啊 他就突然开始咳嗽 他忽然感觉到自己啊 肯定是被传染了 于是就赶紧给医院的朋友打电话 无论如何呀 哥们儿 你得给我留一张IC游啊 显示IP属地 难道只是给网友 制造消避 近期很多设计软件上线的 显示用户IP属地的功能 于是我们发现很多 某某某在东京 随时随在英国的账号 它的实际运营地 就在国内 更重要的是 这个功能就是一块照妖镜 炸出了无数的牛鬼蛇身 每逢热点事件 无数海外敌对势力的网军 就冒充国内网友 释出三风点火 大肆发表 不死言论 企图粉嚣视听 煽动对立 在IP属地面前 这些海外网军 无所遁袭 没有网络安全 就没有国家安全 让我们一起 擦亮双眼 一起寻找身边 行走的 五十万 好 lug gus multi 无所谓的